主料,面粉210克,紫薯1个,辅量,石油2茶匙,盐1⁵茶匙,胡椒1⁵茶匙,猪肉100克,小白菜数颗,黄花菜,黑末,蒜2瓣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白菜,猪肉,黑末,黄花菜,紫薯,取90克面粉,加入熟紫薯,和橙子面团,静置, 取面粉120克,加少许盐,合成白面团,静置20分钟,小白菜洗净,蒜接力,黑末,摘进杂质,洗净,黄花菜洗净,细节备用,猪肉洗净切丝,用淀粉,盐半分备用,白面擀成小子皮状,将紫面团包住,压平,擀成一张大的面皮,折叠,切成一厘米宽的面条,锅中水烧开,下面条, 煮熟,煮好的面条捞入板中,锅中油烧热,爆香蒜粒,下黑末,黄花菜翻炒,下白菜,加盐,胡椒炒匀,加一勺水,汤水和香味肉丝,煮开,调味,够薄馅,盛起,炒好的肉丝马放在面条上,烹饪技巧, 一,有颜色的面团稍稍和少一点,二,最后选用差别大的颜色和面,做出来的面条才灰层次分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